一试天上学期 我们来看这个手相丹利 首先还是从这个手型来看 那么手指指节稍脱 掌面也不是太厚重饱满 所以说是典型的这种木形人 木人分强弱 金星修也不是很强 所以说是典型的弱木人 弱木人有一些 木人的多丝善谋 但是他处事也少了一些决断力 显得有一些犹豫不决 我们来看这个手指的形态 手指来看 小指还是特别的修长 饱满 说明跟子女缘分非常的深厚 小指过三观 倒倒是不愁吃喝穿 晚年能享子孙福 除此之外 我们注意到这个 手指跟无名指来看 无名指还是要强一些 这个婚后还是能够专情顾驾 我们来看这个掌丘和纹路 掌丘来看 刚才讲的掌面偏薄一些 尤其是我们注意到掌侧边缘 有一些消保 掌侧边缘消保的人 处事还是有一些保守谨慎 爱计较 并且比较注重眼前的得势 少了一些长远的眼光 人缘倒是一般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食指根部的训工 也是正裁位 也偏平保 还是见一些杂文的干扰 正裁本质工作 一般的容易辛苦求财 但是稳定的收入来源还是有 但是有一些起伏和动荡 财运倒是一般 大财难得 小财倒是有 小指哥木水晶丘 也偏薄一些 不起事 所以沟通能力还是一般 偏内向内敛型的人格 那么太阳丘也是一般 太阳丘不饱满的人 对艺术是毫无兴趣 并且甚至有一些偏负能量的 爱抱怨的这种 这个比较负能量的一种悲观的情绪 所以这个整体来讲是偏弱木人 这个做事多思多虑 想的太多 甚至有一些悲观的 不安全的 这个缺乏安全感的这种特点 金星秋也是平薄不起事 金星秋偏弱的人 体质一般 运势根基偏薄弱一些 所以整个掌出来看还是一般 从这个掌门来看 这个三大主线倒是格局开阔 是典型的川长 川长也要看川长本身的形态 也就是说他看三大主线的形态 这个川长是三大主线 是兜见锁链文 兜见锁链文 所以说 这就容易把川长人的缺点放大 容易掩盖川长人的优点 川长人我们都知道 独立能力强 敢传敢干 利于事业闯荡 并且做事 有胆识有破裂 这都是优点 但是 他的缺点就是 容易忽略细节 形势仓促 容易犯错误 年少的时候还是容易叛逆 这个三大主线 带锁链的话 会把这种缺点放大 就是容易 这个形势匆忙 容易犯错误 忽略细节 不太注重细节 这个是 这个需要了解的一点 包括单独来看的话 生命线带锁链 这个生命线是可以看 一个人的生命力 健康的状况的 如果是锁链纹比较重的话 这个平常的体质偏弱 小病不断 会影响个人的运势 建议还是要多 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 运势才会提升 那么脑线的锁链纹呢 也是比较重 脑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 聪慧程度 但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 心理状态 如果是锁链纹比较重的话 是心思重重 个性偏敏感 想的多做的少 执行能力偏弱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感情线也带一些锁链纹 有一些深浅不一 情怒像伤的枷锁一样 寸步难行 正缘总是难寻 总是遇到一些烂刀 和偏远的干扰 从这个结关线 也可以看得出 结关线有多条 并且长短不一 最长的这条 是靠近小指下方 所以还是偏晚婚的格局 姻缘会来的稍晚一些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长的这条结婚线 也是见一些起伏和动荡 弯曲 往这个小指的方向走 所以这个姻缘 即使进入到婚后 也见感情方面的危机 婚姻难稳定 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我们注意到 从事业线来看的话 事业线也是深浅不一 见折断 最终还是没有冲破天文感情线 情观难过 在事业方面还是格局受限制 从生命线后期看到 从刘年看 今晚到45到48岁往后 才会见锁链门消失 见上升线 那么这个也是运势提升的阶段 这个阶段是 从上升线的分支线 走的方向来看 基本上是朝向中指土星丘 代表这个阶段容易有交易资产获利 这个是怎么去看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生命线又延伸出一条财运线 往小指水星丘方向 所以说到后年运势还是越来越顺畅 只是说财运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正财道士一般 道士偏财方面 包括副业方面 可以去求一求 这是整体的手上特点 包括整个生命线 虽然是先身后浅 但是还是一种 先苦后的命局 深 它是主要因为锁链门深 那么后浅淡 主要是因为 纹路变得更加干净 少杂纹干扰 我们注意到 从刘年看 基本上在65岁左右 建一条小的三角纹 紧接着有一条浅淡的分叉 这个分叉不叫履行纹 因为偏浅 叫生命线的分叉线 代表生命力的减弱 容易有一些疾病的侵入 这个阶段要多注意身体的保养 如果是保养的好了 这个导纹会消失 这个分叉线也会消失 这个是这么去看 生命线尾端的状态 好了 内容就简单 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